当油腻发福的江涛成为香港南鼎流时 很多人感叹港圈审美严重退化了 其实早在美女如云的时期 一些自质平平的人经常在剧中出演着绝世美人 看着他们打败关芝林、李嘉欣这种一眼万年的大美女 被人夸上了天 究竟是谁的审美出现了问题 官宝慧当初靠着舞台剧被星探相中后 官宝慧就成了TVB李丽捧的女演员 作为公司的实力派女演员 她的演技有目共睹 但长相就一眼难尽了 跟别的女演员相比 她的脸型天长 尤其是夏娥 很明显的低包天 歪嘴 可即便这样 她还经常出演大美女的角色 若圈没多久 她就拿到了慕念慈这个角色 作为射雕里最重要的女角色之一 书中对她的描写是面容娇好 楚楚可怜 哪怕是一身素衣 也让人过目不忘 可当她一出场时 观众都傻眼了 原本娇弱的气质变得泼辣无比 即便与角色相差甚远 在演角色美女的路上 她从未停止步伐 在《小李飞刀》中 她直接出演了武林第一美女 林诗音 在我们的印象中 这个角色就是肖强这样 倾国倾城的样子 然而她塑造出来的角色 除了装造土气外 盖不住的眼袋 更是疲惫感十足 真不知道导演是在考观众的信念感 还是演员的信念感 吴晨军在风云中 女主这个角色迷倒了三个男人 本以为角色的设定如此有魅力 一定是一个惊艳众生的大美女 就像杨公炉的一席红衣一样 独目的让人一不开眼 可吴晨军一出场 就打破了观众的滤镜 只见剧中的她 头顶插两根筷子 刘海也稀疏几根 整个装造显得又老又土 如果单看吴晨军倒也还好 但偏偏剧中的女配角 是蒋琴琴 江祖平这样的美女 试问 这两人站在一起 谁能分辨出 谁是人见人爱的女主呢 最离谱的是 在剧中 蒋琴琴的脸上被画了个爱心 然后就被设定成了丑女 无论是发型还是妆容 吴晨军的身上透露出一种吐气 可她还是赢了这些配角 成为了女主 胡适儿虽然是选秀季军 但是她却被称为最难看港姐 跟别的香港小姐相比 她踏踏鼻梁 大嘴巴 面部折叠度非常低 尤其年轻时的影视作品 根本拿不出手 或许是被吐槽的太多 又或许为了更好的接戏 她不再执着于美女的身份 而是一边减肥变美 一边让自己往实力派的位置上靠 2011年 靠着万皇之王的皇后一脚 她拿下了收拾皇后的称号 这些年 围绕在她身上的声音 不单单是她与黄宗泽的恋情 更多的是对她演技上的认可 可以说 她将自己的烂牌打成了王炸 少美琪 1983年 高考实力的少美琪 陪朋友报考TVB 谁料她后来被选中 就这样 她签约了TVB 加入了演员备训班 与郭富城等人 成为了同届学员 她的第一个角色 就是与刘德华搭档 在剧中饰演她的妃子 虽然演技不错 但奈何那个时期 恰巧港片处于低迷状态 她的事业并未掀起太大的风浪 直到1989年 亦不容情地播出 这才让她一炮而红 作为一名实力派 少美琪虽然演技不错 但是在那个遍地是美女的港圈 她算不上美女 顶多算是端正 偏偏她的花期也很短 30岁出头 就走上发塞的道路 由于两颊变宽 导致她的整个人 看起来苍老了10岁 体重暴增 除了对颜值打击很大外 据悉 当初她在拍摄PTU时 一度被导演停工 因为她胖得太快 角色前后不连贯不说 还撑爆了好几件戏服 徐子山 作为港姐身份签约的女演员 她刚一出道 就拥有了TLB五小花的名号 虽然受到了公司的力捧 但是她的颜值一直被人诟病 年轻时的她 她鼻梁 厚嘴唇 高颧骨 根本不是大家想象中 才貌双全的大美女 尤其是女人恩义作中的她 造型完全暴露了她的缺陷 整个人就如同假小子一般 除此之外 古装剧中的她 也非常令人出戏 在《少年四大名补》中 她出演的桑枝言 泼辣凶猛 与角色的冰雪聪明 倾国倾城 极度不符 由于常常出演不符合 本人形象的角色 导致她成为了吐槽的对象 事业也一蹶不振 直到后来 她开始出演反派角色 不再执着于演美人 事业才迎来了转机 萱萱 相信爱看港片的人 一定对萱萱十分熟 作为港片里的常客 萱萱跟其他美女比起来 算不上好看 可即便如此 她还是被星探发掘 单靠一段广告 就踏入了演艺圈 纵观她的演艺生涯 出演的角色 不是都市白领 就是女强人 这都要取决于 她不完美的形象 虽然五官不精致 眼睛还是下三白 但正是这种冷酷的外形 让她看起来 非常干练有气场 只是这种形象 一旦换成古装 就有些差强人意了 就拿寻情记来说 书中乌亭芳 本应该是个 陈鱼洛艳的美人 她皮肤雪白 身材修长苗条 一举一动 都彰显着她 大家闺秀的风范 然而在她的诠释下 这个角色 不仅没有一点千金的贵气 甚至抑郁服装 将她称得又黑又土 虽然角色翻了车 但是她并没有改变风格 还是出演了很多美女的角色 《万皇之皇》中的她 红唇浓抹 仿佛要将世间所有的颜色 都放到身上 如此花花绿绿的装扮 就连与胡锡儿同框 她都是秒杀的存在 蛇诗曼 红遍内鱼和港鱼的蛇诗曼 很多人都不知道 长相平平的她 为何备受坠捧 其实在成名前 她经历的坎坷 并不比别人少 她出生在一个富贵家庭 从小就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只是这样的生活 只持续了短短几年 因为她的父亲 在她很小的时候 就去世了 由于母亲没有管理经验 她的生活也变得穷困潦倒 因此 她当初想要进娱乐圈 为的就是挣钱养家 1997年 靠着谈吐不凡的气质 她拿下了港姐的季军 虽然成功签约了TVB 但她的事业并未顺风顺水 出道没多久 在公司的安排下 她进入了雪山飞狐的剧组 由于演技太差 人长得也一般 她遭到了满屏的谩骂 甚至到最后 导演也看不下去 对她破口大骂 既然长相无法得到优势 那么她就要想办法 精进自己的演技 为了证明自己 她开始每天朗读报纸 用心钻研角色的底层逻辑 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下 她的成果也在十月初五的月光中得到了正面回报 在这部剧中 她的台词生情并茂 角色的细节表情也处理得恰到好处 自从被观众认可后 舍世曼就开始了开挂的演技 无论是喜剧还是悲剧 她都诠释得淋漓尽致 尤其是《使徒行者》中的哭戏 转足了观众的眼泪 也让她拿下了事后的称号 除了角色的讨论度高外 她也成了收拾女王 每部剧的热度都高居不下 后来随着港剧的落寞 很多香港演员都将目光放到了内地 她也不例外 在《演喜攻略》中 即便一个简单的眼神 没有妆容的加持 她也将心机饰演得淋漓尽致 靠着精湛的演技 她长红了二十年 成为了人人吹捧的实力派 吴美恒跟长相相比 吴美恒的履历要漂亮得很多 她出生在医学世家 本人也是一个学霸 虽然从小就被家人安排好了路 但她并未服从父母的安排 而是进了娱乐圈 靠着172厘米的身高 自从毕业后 她就开始参加各种选美比赛 在各种刷脸下 她成功签约了TVB 自从进入圈子后 她便开始了饰演美人的道路 在《杨贵妃》中 她饰演的是梅妃 作为唐玄宗最宠爱的妃子之一 剧中的她面黄鸡兽 还透露出一丝尖酸刻薄 完全看不出美感 后来她又在《楚汉焦雄》中 拿到了鱼姬的角色 虽然面容饱满了一些 但是寡淡的不平的五官 以及过宽的下恶 是在让观众无法将她 与于美人所关联 由于饰演了太多 不符合自身的角色 导致很多观众 对她失去了期望 有些角色之所以长红到现在 其实是观众赋予了年代的滤镜 当滤镜破碎 一些白瑞光角色再回看 发现也就那么回事 虽说娱乐圈是个看脸的行业 但是这些人能被赋予滤镜 其实也有演技的加成 由此可见 比起精致的五官 磨练自己的演技 才是至胜的法宝